来相亲的曹德玉曹大姐呢 今年64岁 身份的朋友都开玩笑 说她是一个败家的女人 因为曹大姐呢 每个月基本上是 挣多少花多少 其中呢 开销最大的当初旅游 我觉得啊 有一句话说的 特别适合咱们曹大姐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又说来咱们节目 相亲的很多大哥大姐 退休之后啊 闲下来了 生活呢 没什么负担了 就喜欢游山玩水旅旅游 但是呢 像咱们曹大姐 这么热爱旅游的 还真没几个 但人家能花着你也能挣啊 别看64岁了 曹大姐可从来没有 停下过挣钱的脚步 单位买一段下岗之后呢 她卖过照相器材 卖过日杂百货 卖过冲饼 还卖过保险 后来呢 又去上海做了14年的月扫 直到前年呢 才回到长春 曹大姐说了 说自己啊 曾经可是金牌月扫 要不是因为岁数大了 还想再干几年呢 说到这啊 我真的有点佩服咱们曹大姐了 有理想 能奋斗 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实现走遍全世界的梦想 想想啊 还挺浪漫的 不知道如此浪漫的大姐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我们一起看看吧 呀 哎呀 那打扮这么漂亮呀 不漂亮 相亲主角 现在时髦话说什么三观不合了 这个呢 过去不就是性格不合了 没啥大问题 就是鸡毛蒜皮 生活当中的小事 那你俩一般都有点啥事 说就是会产生矛盾呢 嗯 啥事呢 用现在的话就是理念不合 对于生活 和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处理的理念 处理的想法都不一样 反正总不能处理问题 总意见总不能通 那你离婚这么多年 一直也没找 没找 一开始是因为孩子小 后来呢 我就到上海去他公园 也没机会 可能女儿是一直跟着你长大的吗 女儿怎么说呢 我们不是调节离婚吗 那时候嘛 我没要房子 我没有地方 我就是随便自己那种住 连那个住房子什么的 合法公共都在 也不能给我 另外一个 他们帮着接生孩子 上学下来 但是我呢就一直管 这说的都是真实的 就是我一直管 所以我每个礼拜 接孩子洗澡啊 买东西啊什么的 反正经常接受 曹德玉和前夫离婚后 就独自租房子生活 尽管女儿没跟自己 但她也是穷尽所能 去天不空缺的母爱 离婚五年后 因为单位买断 曹大姐下岗了 为了维持生计 她开始到处打工挣钱 最后又去上海 做起了月嫂 但是虽然忙着挣钱 曹大姐也没忘了花钱 而她花钱最多的地方 就是旅游 成都 然后跟成都 像九寨沟 黄龙 热山 鹅梅山 晚到西安 东方呢 亚丹地茅呢 明沙湖 明沙山呢 就是什么月牙湖啊 也去过不少 对呀 也是家流的 然后跟团走 我们有旅游群 跟着旅游群 也就是包团走 什么云台山呢 国粮村加一字开封 交度 就走吧 那走太多了 反正没事 深圳 广州 海南 北海 去过的地方也很多 不敢说很多 反正是有机会 能走就走走 有机会有时间了 有条件了能走就走走 我上过香港 还去过香港 就一次 从深圳上香港 就这个比方说 石头坊拌了一下 做一个大干大千趴子 咱东北话大千趴子 这块公共骨折 做手术 这里边还有 就是那种 防针 钢钢和钢板 还在里面呢 那你当时治疗 是就在香港就地 没有 那没有 回来了 回到深圳 跟深圳坐飞机 回到上海 那香港 一个检查 他们告诉我了 一个检查 就900多 那你就一直都没治疗 直接就回到上海 对 在深圳演示了一下 深圳简单的 简单的就检查一下 每次 早就早就快 走的快 我想追上他 我就稍微走的快点 一下就帮出来 买这个 你别说 就这个 马上这个 从那珠宝店出来 我倒有领着人 走进去 我就追上到八 追不上再找丢了 我就 金跑了 不可能是 那受伤了之后 当时就回来了吧 对 当时就回来了 那你不可以 咱那块咱也划不起 因为咱那块 人生地不熟的 也没有人照顾你 那你回到上海之后 是女儿就帮 给照顾你 对呀 我正好也有朋友 加上女儿女婿 女儿女婿上班 我就打电话 找个朋友 就住了四天半医院 年首书等下 四天半就出院了 听没听明白 咱曹大姐 这就叫 该生生 该花花 但是呀 权杖着这乐观的心态 曹大姐 才一个人 过了这么多年 只是 再乐观开朗 也渴望家的温暖 再加上 岁数逐渐大了 她觉得 该找个伴儿了 而她 找伴儿的要求 就两个 第一 三观一致 理念相同 第二 能包容和疼爱自己 那么今天 曹大姐 能如愿相亲成功吗 叔叔 干啥呢 还整整门呢 推下来接我们的 你还找着啊 相亲对象 李绍信 长春市九台人 现居长春 年龄63岁 丧偶 低保收入 每月1800元 租房生活 这位阿姨 叫曹德玉 曹阿姨 然后这位是 李绍信 李叔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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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上楼吧 叔叔 好 李绍信大哥 是咱们的老朋友 之前曾经 来相亲过一次 因为没有房子 李大哥 一直是租房住 因此他想找一个 有房子 能让他搬过去 住的老伴 不换鞋了 不换 不用换 这屋就是自己住 是不是在庭 那是清晴的 这咋整这么新鲜呢 我就好整着 好聪明 这是你自己整的 还是你来这就有的 没有 都是我自己整的 叔叔 你在这都吃啥呀 我呀 我个人吃饭就简单了 早上嘛 就是出去买两个馒头 或者是他们家 东西包啥的吧 我也不乐吃 因为没有意义 吃不去 就拿那小锅做吧 那真的小锅 这边有小电风锅 那边有小电风锅 那边有小电风锅 那你吃饭那时候 坐哪儿吃啊 我就捡起咱们就坐这儿 人吧 还是蛮实在的 蛮真诚的 挺好的 感觉眼睛挺好的 别看咱李大哥 这房子是租的 却固执得非常用心 由此可见 他在生活上是个细致的人 但是一说这细致 咱曹大姐心里没底了 为啥呀 因为她自己愿意花钱 平时也不算计 这要是李少沁 在花钱这个事上细致起来 那她肯定是受不了啊 你的退休金多钱呢 退休金还没多钱 刚退休才七百八 现在呢 现在好像两 现在应该是两千 两千三吧 你一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我一千八 一千八 那能攒下多少 那你太厉害了 我两千三我都不够花一分钱 我就是咋去呢 我什么东西都不买 我一千嘛 我一天嘛 我一天生费挺多 就是十块钱 以后真的得向你学习 这女同志都不容易 男同志不容易 真的忠心地说 真的得向你学习 其实吧 素质大爷你妈 一两千块钱就够用 也吃不多少 现在这衣服你看 有一些衣服都穿多年 太不坏 是是是那回事 刚才我没说 你向我吃饭 你等我再吃 就吃一个忙了 但是像你这么多日子 我好像做不到 我的工资我也不知道咋花 都花的都花没的 会花钱 你有多少钱我都能花出去 实话是说真正的 都赚不出钱 是吃了是窜了 其实我说实话 我吃吃不多少 打工的时候也能挣多点钱 出去旅游了 玩了是吧 我家我姐曾经说过我 你跟钱有仇 不是 我跟钱有仇 跟谁有仇别跟钱不仇 你跟钱有仇 钱要在你兜里待着你真难受 蹦得出去你就熟着 果然花钱细致的李绍信 得知曹德玉 跟自己截然不同的花钱习惯时 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而此时的曹德玉也在担心着 自己如此愿意花钱 如果以后俩人在一起过日子了 李绍信能接受吗 他又是否会在开销上限制自己呢 反正剩不下 我这人真是缺点 我不跟你说过吗 我说得练习太多 真的练习太多 这女同志我爱抽烟 你还抽烟呢 我喝酒到不喝我抽烟 抽烟嘛 所以就这些毛病 抽烟你愿意抽你就抽 但是我得告诉你 那一人写的名字吧 写的还健康 对呀 抽烟人嘛 我说这话好像不好听 抽烟人同龄人都五十比方说 你抽烟他不抽烟 你两个就多 他不抽烟就没有 是吗 那我不说你比我 你不抽烟吧 你比我还小一岁 你看大家比你谁年轻 对 因为他们都说 你要不抽烟的话 皮肤更好 更年轻 那可不 你要不抽烟更年轻 俩上列习的你说咋子 这都一个人呢 都是孤独热的活 但我肯定是个好人 不是坏人 这个我给自己打保票 我肯定是个好人 不是坏人 不是坏女人 人家自个儿整理 越花花了 你还能干这招呼 那要以后俩人过日子 说白了这属于是 俩人的共同财产 不要再这么花呢 共同财产 那他花了 他两千多 我一千八八 就这些钱 你可今儿花 花没了 那也没办法了 他有什么一切意见 我也能接受 一千八确实是 不太 不太重要 我这两天多 我都觉得不够花 他一千八 他能攒着钱 我挺佩服的 李少信说 虽然自己很注重 对方的经济情况 但是比起身外之物 身边有个 支疼支热的人 陪伴着自己 才更重要 而他之所以 这么迫切地想有个老伴 冤于两年前的一次生病 头二年不头三年 得过一回啥呢 神结石 说起来那是个小病 但是也疼起来 你要命啊 那是真的 别人不信我是信的 那真敢是过年去 放春节放假 身结石就发作了 一开始疼啊 我还能挺着 后来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我就尖度了 这没招 不能给人家挺着 我就那啥 跟着把门开了 往我一手舞 我动了 我就哎呀 一吵叫 我就尖子下了 你说要真过去 谁能知道 对 麻烦你 就通过这件事 我一嫌子不行 真的找应 叔叔 你那时候咋去的医院呢 就是爹上麻烦叫 然后一步一步 就叫 自己下楼打车去 走到这个楼下来 我在这边过去 因为那个降点子最快 赶紧给安大姐最快 我说爬回去 爬到站点 我说上车我就好玩 就这么 坐公交车去的 那都不用这样 咱们往直接打个车去呢 我那疼了 还是我咋打车 你瞧叫我 你都不知道 你 就肩毛回腰 你要是真过去了 谁都不知道 你要打车 我直接打到医院 你说公交车下公交车 还得往医院走 要说身边没也是不行的 你也不是说无故 咱说现在人家干啥 也是有点事就打车 有点事就打车 因为去是不是 就瞧叫我 你没那个心情 想那些事 就去上站点 上站点公交车还准呢 那你还能想起来 等公交车呢 公交车还得排队 还得等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不说完全一致 要求大同学交易 但是就从他这一点就看出来 他的理念跟我完全是截然不同 他一再又强调什么理念又不一样 又怎么的 什么不一样呢 就好 你现在一千多块钱 你没有那个条件问题 我要有五千六千一月 那谁不愿还钱呢 原本李绍信说起生病的经历 是为了让对方明白自己找老婆的诚心 但是没想到 这却让曹德玉觉得俩人的理念不合 要说这三观和过日子的理念 曹德玉是相当的在意 那么在这件事上出了岔头 这乡亲还能继续下去吗 那肯定得是能跟我理念差不多的吧 这是不用说的 三观不说一字也得大致相同 就用大同存小利 三观也就是生活理念 性格各方面差不多 就性格不一样 能想点也没关系 开朗点更好都行 但是就是要三观光了 大致 你看他 病成那样了 还不打车 还坐公交车 我刚才都说了 我好的时候我都打车 因为我身边不是没人吗 就没人你才要打车呢 出门爬楼梯爬到楼下 僵子不了了还想打车 好容易爬到楼下呢 看见车就结 你还是很有心打车 那你还有心去打公交车呢 哎呀妈呀 我都不可理解你的想法 他说那意思就是我俩 不什么玩意儿 意思就是想法不一致 不能在一起生活 就这意思 我俩真的不整合适 我俩理念咱不用说别的 补充别的 他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都通成那样 还有不打车 我接受不了 你帮个补充朋友 对 咱有缘再见 再见 叔叔 还特意下来接我们来了 乡亲对象 刘铁征 长春世人 年龄六十四岁 离异社保退休 退休金三千五百元 有一女儿已婚 有一公租房 等半天了吧 这路上当我点事儿 咱上楼吧 来 谢谢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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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